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做好末端配送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100米 我省各地对重要民生商品 开展价格应急监测 严厉打击价格违法行为 保障市场总体平稳 直通市县 越动辽宁 这里是直通市县区 欢迎大家的收看 首先来看一组时政要闻 日前 丹东市委常委会 召开扩大会议 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 市委书记裴伟东强调 要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从严从实从紧 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 加强涉及国家安全 和国际民生的企业和单位的管控 强化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3月23号 锦州市委书记靖国卫 来到太和区和高新区 深入货运市场 社区和加油站等地 实地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靖国卫强调 一定要加大对来返锦人员的 排查力度和评次 坚决做到严防死守 社区要做好应急预案 不断提高检测能力 做到突发情况 出现时有备无患 3月22号 铁岭市召开疫情防控指挥部 视频会议 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市委书记宋诚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长随显力讲话 宋诚强调 要在防控措施上 言之又言 细之又细 做到不传不染 少传少染 要扛起四方责任 加强组织领导 扎实做好 指导督查问责 基层力量下沉等工作 日前 安山市召开 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议 对疫情防控工作 进行再部署再调度 市长王中坤强调 要快速准确全面 做好排查 流调 检测和隔离管控工作 要加速大数据疫情防控场景开发工作 提高防疫工作信息化水平 日前 本西市市长吴世民 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研究部署三农工作 吴世民强调 要牢牢守住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部份发展 奋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 日前 复兴市市长周鹏举带领工作专班 到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研究细化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 周鹏举强调 要从严从紧 抓时抓细 高效疫情防控工作 知密之言 高效疫情防控安全网 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坚持一笑一测 不断完善应急处置预案 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 也是高技术竞争的关键领域 大连市充分发挥产业基础好 与科研实力强的优势 在新材料重点领域 不断取得创新突破 持续释放市场竞争潜能 成为培育壮大 新字号的主攻方向 东北特钢集团 东特股份公司 年营业收入过百亿元 是大连市特大型新材料企业 一月份以来 企业十几个重点特钢产品 保持产销两望 单班产量 成本 和一次合格率等主要指标 达近年来最好水平 二年市场的前景会更好 主要是抓每个团队的 成本指标的压降 提高我们产品的竞争力 那么连续产量进行了万灯的突破 这是创立死的 创造一个开门红吧 作为国内重要的市等领域 实现产业链集群发展 不久前 中石油大连石化公司的 清洁燃油助记项目顺利投产 成为企业的新增长点 清洁质高 流汗量低 不含锡汎和方汎 特别是咱们现在 国内汽油标准的升级 完全化是一个 必不可巧的组分 大连市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 在光电信息材料 高分子复合材料 特种合金材料 和高性能纤维等重点领域 不断取得新突破 其中 大连海外华生电子科技公司 开发出多品种 电子电容专用金属浆料 不仅打破日韩企业的垄断 还实现反向出口 今年前两个月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三成多 现在国内的一线主流大厂 都是几十亿 甚至上百亿这样的一个扩产 这也给我们带了 很大的一个市场增量 现在我们的产品的性能指标 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 出口的这个份额 已经超过了本土的一个份额 目前金浦新区半导体 及新材料产业基地 衡力巨纸科技产业园 康辉生物 可降解塑料等重大项目 快速实施 将加速推动大连市新材料产业 迈向更高端 现在正是春耕备耕的时节 农资产品农用设备保障 至关重要 博省各地在严抓疫情防控的基础上 积极开展著农汇农服务 全力为春耕备耕保驾护航 近日 一家沈阳企业从日本进口的蔬菜种苗 在大瑶湾口岸入境 借助大瑶湾海关的线上预约系统 企业在春耕物资查验窗口 很快就办完了通关手续 和其他货物相比 通关时间缩短不少 作为东北地区最大口岸海关 大瑶湾海关开辟绿色通道 增设春耕物资查验预约窗口和办理热线 保障东北地区进口的农用种植资源 农用机器设备等春耕物资 快速通关投入使用 今年以监管进口种子苗本等春耕种源近90吨 我们加大人员投入 对进口农用物资严格开展查验和检疫 切实确保农用物资投入之后安全生产 近日 铁岭开源市农业农村局 农业综合行政支把队 开展农资市场宣传检查活动 重点对农资经营业户的进货渠道 产品质量进货台帐进行仔细检查 并对销售的化肥和种子进行抽样检测 及时监督流通领域的农资商品质量 杜绝甲烈农资流向市场 在选购农资产品时 要选择有资质的经营门店 和正规厂家的产品 购买时要索要发票和信号 发现农资质量问题 及时投诉 及时维权 连日来 辽阳灯塔市的 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全面复工 2021年 灯塔市高标准农田 建设任务是5.5万亩 包括土壤改良 灌牌工程 田间道路工程 计划今年春季全部完成 要求施工单位 制定详细的施工计划 同时呢 而我们要求每个村 配备一到两名县长协调员 协调我们施工过程中 预养的实际困难 本西还人满足自治县的种植户们 抓紧选购新型农机具 为春耕生产做好准备 气象部门积极开展土地商情 实地取样监测工作 及时掌握农田土壤商情 及其变化规律 为农民春耕春波提供科学依据 第一时间制作服务材料 并通过传针 手机短信 大喇叭等渠道 发送给相关用户指导生产 葫芦岛市隋中县小庄子镇 在抓紧抓食抓细疫情防控的同时 全力推进春耕备耕工作 小庄子镇今年大蒜种植面积1600亩 预计干蒜头亩产可达1500余金 由于大蒜市场需求相对稳定 二茶不影响种植白菜 玉米等作物 农民在一块地上就能有两笔收入 经其效益实现了最大化 我省各地全面启动市场保供机制 全力加强群众生活物资保障供应 同时积极做好风控区管控区的物资供应 末端配送等工作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100米 连日来 大连市区两级商务部门 迅速行动统筹调配精准投放 全力保障金浦新区风控区管控区的生活物资供应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金浦新区三十里铺高速公路收费口 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游市商务局准备的近30吨的货物在这里中转 即将分发给隔离区的居民 凌晨时分的三十里铺街道物资储备中心灯火通明 辖区党员志愿者连夜对物资进行分类和登记 早上八点 党员志愿者将米 面 油 蔬菜等生活物资 陆续送到各村群众手中 石河村通过网络平台 微信下单等方式 统计村民的购买需求 村民线上下单 线下收菜 目前 石河街道为居民提供的生活物资达50余种 日订单量近5000 不会订的 我们就村民组长让我们的网络员 让我们的支援者到老百姓家门口 然后给他指导一下 然后我们争取 争订上 银口市站前区共有224个封闭小区 在已启动商超和农贸市场 线上线下配送的基础上 还专门针对没有便民超市的封闭小区 紧急搭建65个便民服务点 提供物资保供服务 特别的方便 现在的菜也是特别新鲜 价格也是比较亲民的 银口市各街道办事处 还积极与辖区内大型商超联系 引导商户进驻到小区内部经营 同时对行动不便的居民 社区会上门配送 在鲍鱼圈区望海办事处复集社区 一支生活物资保障队 签起了居民生活物资传送带 社区每天组织25名志愿者 以网格为单位 每天为社区3200多户居民 配送生活必需品 朝阳市细化保障预案 建立县街道社区三级保障网络 实施网格化管理 本西市设立了市级生活物资保障专班 对生活物资储备采取周调度和日调度 同时组建由7家大型企业组成的市级保公企业队伍 并指导县区建立县区级保公企业共110家 安山 丹东 辽阳等地 加强对重点批发市场 大型商超和连锁生鲜超市等运行监测 即使掌握肉菜粮油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 货源销售价格和消费需求变化情况 力保货源充足 复兴市积极组织批发零售和仓储企业 加强货源采购对接 畅通流通渠道 确保生活必需品充足供应 为有效保障疫情期间市场稳定 磨损组织相关地区 对重要民生商品开展价格应急监测 各地采取供需调节 市场监管 预期引导等一系列保公稳价措施 确保了商品供应的充足和市场价格的稳定 从监测总体情况看 目前全省粮油价格保持基本平稳 猪肉鸡蛋价格略有波动 蔬菜价格较前几日涨幅明显回落 口罩 医用酒精 消毒液等防疫商品 供应充足 价格稳定 随着相关部门持续组织货源 稳市场供应 生活必需品价格经过短暂的快速波动后 目前整体呈指掌企稳态势 居民消费趋于理性 集中采购明显缓解 从重点监测的沈阳大连营口复兴来看 目前主要农副产品种类齐全供应充足 3月22号 沈阳市15种蔬菜加权平均价每公斤5.63元 蔬菜价格已出现较明显的回落趋势 为严厉打击价格违法行为 省市各级监管部门在主要大型商超农贸市场等场所 共设立价格监测点76家 加强市场价格监管 截至22号 全省已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15份 当场处罚两件 立案查处10件 加达了一个检查和巡查的力度 要求经营者严格执行明码标价 对于发现的囤积居期 价格欺诈 或者是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行为 我们市场时间管局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从快 从年 从重 触发 同时 各地紧盯突发性事件 及苗头性 倾向性 潜在性问题 做到早发现 早处置 早报告 并加密了市场巡视巡查 密切关注商品供应和价格变动情况 疫情防控期间 受道路封锁影响 营口盖州市蔬菜主产区团山办事处 出现了蔬菜滞销 当地政府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 采取不见面销售模式 帮助菜农打开销路 破解蔬菜销售难困境 在神海高速盖州站进出口外侧 一辆大连的蔬菜货车 在经过多重检查销杀后 停靠在路旁 蔬农们正忙着给菠菜标种装箱 封带装车 和过去交易方式不同的是 收菜货车的驾驶员整个过程都不下车 而是由当地蔬农帮助装车 全程做到闭环监管 交易无接触 现在的销售量完了劲吧 从老百姓拉出来以后 倒在高速道口 在销售车 还要你上货 手续得齐全 现在倒也行 只能把老百姓菜小出去就高兴了 为更好的维护蔬菜种植户利益 盖州市团山办事处主动担当 做好菜农与市场间的牵线人和联络员 他们采取不见面销售的办法 确保外地蔬菜商贩不进村不入旁 不与农户直接接触 由村干部通过电话 微信等方式与蔬菜商贩联系 双方达成共识后 农户负责将农产品运至当地果蔬合作社集中点 再将农产品转移至蔬菜商贩的货车上 在帮菜农解决销售难问题的同时 也助力周边地区的菜篮子供应 当前我省正积极抓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但仍有个别人拒不配合防疫检查 或故意篡改核酸检测结果 严重扰乱疫情防控秩序 对此全省公安机关对各类涉疫情违法犯罪行为 依法快查严处 切实维护全省社会治安大局平稳和疫情防控秩序 近日朝阳警方认真梳理线索 破获一起利用制图软件变造核酸证明案 日前朝阳市公安局新华分局获得线索 辖区内有人出售伪造的从业健康证明 经调查 线索指向某复印社经营者王某方 王某方等四名人员随即被抓获 搜查中 民警发现他手机中存有变造核酸检测报告的电子存档 经审讯 王某方对其利用PS制图软件 伪造从业健康证明和核酸检测报告的事实公认不讳 王某方等人的行为 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和疫情防控工作 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变造核酸证明的行为 严重扰乱当前疫情防控止序 请各位市民遵纪守法 对自己负责 对家人负责 对全社会共同的努力负责 下面把时间交给王宝 来看省内其他媒体都关注了哪些内容 好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媒体扫描 首先来看安山全媒的消息 日前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表彰了在东京第32届奥运会和北京第24届冬奥会上做出突出贡献的城市 授予安山市奥运冠军之城纪念奖杯 安山市共有4名运动员 分别获得了4枚夏季奥运会金牌及1枚冬季奥运会金牌 下面来看大连日报的消息 3月23号大连市法治宣传协会成立了10个疫情防控和法律法规咨询援助公益服务站 服务站采取社交媒体平台和专线电话等形式 普及疫情防控知识以及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并提供相关的法律服务 接下来把目光投向辽宁日报 为进一步压实疫情防控责任 切实紧压走私犯罪违法空间 3月23号锦州市打私办等相关单位开展了进口食品联合大检查 进一步落实落细进口冷链食品的各项防控措施 做到进口冷链食品落地避减 确保进口冷链食品的放心和安全 下面怎么把目光投向掌上新营口 最近营口一些防疫一线大白身穿卡通战袍的照片在朋友圈里传播开来 擅长绘画的志愿者们在防疫人员的防护服上进行创作 让大白将心愿和祝福穿在身上 这不仅为防疫工作增添了一抹温馨的色彩 也让每一个卡口都更显温馨 最后咱们一起来看丹东警示的消息 最近丹东警方发出紧急提醒 说快递阳性理赔成为新的骗局 已经有不少市民上到了 网络诈骗分子自称是快递公司的人员 告知快递被检测出了新冠阳性需要销毁 但只有扫描其提供的二维码 填写本人的银行卡后和密码后方可获得赔款理赔 警方提醒 遇到此类的电话一定要提高警惕 增加自我保护的意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是赵顿 我是李妙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再见